第535集 《機關》 上次說到 孫萌跟我們說 說前面這棟石牆 有點古怪 看看我們誰能破到這個機關 他說的時候 看著肥佬和墨賢 但是肥佬 就好像沒聽到他說什麼 在炸傻裝模 而墨賢走到石牆旁邊 他伸出手 摸了石牆 然後雙眼微微合起來 在他的口中 傳你一聲聲古怪的話語 好像在念經 一開始的時候 的確在念經文 好像是佛經 但是後來 我就覺得 不像是佛經 反而像是道經 接著墨賢就說 這棟牆 我也覺得很熟悉 我似乎是碰過的 聽到墨賢這麼說 我也有點好奇 我也走過去 想伸手摸一摸牆 但是墨賢一伸手 捉住了我 跟著說 你面牆 好像是我弄出來的 有什麼可能 你又說你沒有來過這裡 好啦 你們兩個不在那邊陰一點陰一點的談話 如果打不開的 就要肥佬來 墨裡頭的陰氣越來越濃 再留在這裡的話 我們都會死的 墨賢依依不捨地收回對手 雙眼 還在望濕牆 接著孫萌又說 肥佬 你要打開牆 只要你打得開 剛才你對我無禮 我可以既往不救 如果不是出去的話 你不要怪我對你不客氣 你說的 不要不算數 說完 肥佬走到石牆旁邊 伸手輕輕地點了一下 然後 不知道在哪裡 石牆上面 就傳了一聲 這樣的聲音 然後肥佬拿了一張靈符出來 連在牆上 又很快地拿了羅庚出來 咬損手指 然後暗沉了兩句 手指在羅庚上面 畫了幾道符咒 然後 在羅庚之上 就傳了一絲奇特的光芒 光芒一閃而過 很快消失不見了 然後肥佬口中唸不唸有詞 左西向東 右北南條 九轉五行 六道輪回 修羅古道 地獄魔眼 太常老君急急如律令 海天門 肥佬 做到刺意層層 急如律令ida 看會開到這間門 靈 semb Sant 你的聲音 我現在最熟悉 但 etwas 我跳下 templos 果然,一堆長箭在牆上飛了出來,一插插在我面前 出了十幾二十支,如果我閃遲一點的話,肯定會射得像戰豬一樣 宣明一看一生氣,他就罵了 好了啊,肥佬,你是不是還玩東西啊? 不關我的事啊,這部石場的機關很古怪啊,我搞不開它啊 我亦都急了,跟肥佬說,喂,你開得到就開啦,不要拖時間啊 哎呀,開得到,我一定會開的,我真的不知道怎麼開吧? 裡面有很多機關,我都不知道哪個高手搞得這麼複雜的機關在牆上 我可以開到機關 麥然一路望著牆,一路就說 不是啊,你剛才試過啊,開不了啊 麥然並沒有回答我,又一路走向前 然後,拖了下來 一手按著石場的右下角 然後輕輕地出 出了一陣子 在石場的右下角 居然出現了一個掌印 然後麥然伸出手,在掌印上一按 這個掌印 跟麥然的手掌,是嚴絲合扣的 一模一樣 麥然說過,自己對這個舞很熟悉的 之前我也不相信 但現在看到麥然的手,跟這個掌印這麼吻合 我開始相信 如果他沒有來過的話 這個掌印怎麼會留在這裏呢? 麥然一按之下,然後收回手 接著聾一聲 前面的石場發出一聲大響 然後 慢慢吐吐吐吐吐吐 被拉真車置疼 石場拉起之後 一可在我面前 出現了很大的舞室 舞室裏面,到處都有些大霜 就像我們在電視劇中在那裏 裝成金銀珠寶的 familial 除了這麽多嚴格 在舞室裏面還有很多張畫 有些已經膚爛了 但有些還有完畢無損 裡面還有很多石柱 在墓室的中間 還有一個小水池 水池旁邊有一張石床 石床旁邊 有一把劍鞘 我越看越覺得 眼前這個墓室 與其說到墓室 倒不如說一下房間 因為墓室裏面 我又看不到棺材 而他所有的佈置 都跟一間屋差不多 麥兒走進去 臉色開始變得有點癡癡癡癡 他一步一步走到石床旁邊 用手輕輕地摸著石床 至於孫萌和肥佬 一早就喉著旁邊的傷 看到兩眼發直 我走到墓室身邊 學著他 用手輕輕地摸著那張石床 同樣這張石床給我的感覺 也是很熟悉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 當初摸到石牆的時候 是不會有這種感覺的 然後墓室 做了一件更加令我出奇的事 他就躺上去 閉上雙眼 平躺在床上 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有衝動傷和麥兒一樣躺上去 但是我就控制住了 因為我知道 如果我這樣躺上去 分分鐘被麥兒一腳伸下來一次 我轉過來看肥佬那邊 只要他輕之勃勃地 打開了一個箱 誰知打開之後 原本興高采烈的肥佬 立刻撈在嘴面 他又吵他 豈有此理 我還以為是裝滿了金銀珠寶 怎麼裝了一堆爛銅爛鐵 認真掃興 然後肥佬就去開另一個箱 而我走到第一個箱 我看到 箱裏面裝著的 原來是刀刀劍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好像在哪裡見過一樣 我拔出一把鐵劍 在手上 輕輕地摸了兩下 肥佬我就說 喂 不是吧 這個爛銅爛鐵 你有興趣嗎 我並沒有理到肥佬 然後認真地 看著手上這把劍 在鐵劍的劍盃上 我看到了兩行字 一行 是宋天兩個字 然後另一行 寫了宋天下面 是張寧流 我拿了另一把劍 這把劍上面的名字 是江斧 同樣有三個字在後面 也是張寧流 我開始明白了 黑字的人 就叫做張寧 而另一個名字 應該就是這些武器原本的主人 我看了幾把武器 上面也有張寧流三個字 肥佬這個時候 又打開了另一個箱 跟這個一樣 全部都是裝著刀劍劍的 肥佬就說 不是吧 這麼辛苦來到這裏 不是只有這些爛銅爛鐵 至於宋盟那邊打開的箱 一模一樣 都是裝著刀劍的 肥佬看到箱裡沒有什麼好東西 走到墓室的石牆邊 開始看那些畫了 看看看看 肥佬突然之間說 喂喂喂 小葉 快點過來看看 畫裡頭這個人 是不是你啊 他一路說 一路逼我過去 我走到那裏一看 客氣了 肥佬指著那幅畫 上面的人 真的跟我一模一樣 而這個男人 還抱著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的樣子 就是默然 而且兩個人的表情 還要很甜蜜 然後我再看另一幅畫 這幅畫 跟剛才那幅不同 畫裡頭 有一個身兵戰甲的男人 右手持槍 左手觸使默然的手 他嘴角流出鮮血 右手的長槍 指著面前的很多人 這群人帶頭的 是一個白頭髮的老人家 在他身邊 有一個年輕的男人 我一看到這個年輕男人 全身起雞皮 因為這個人我也見過 當初 在死人墓山上的白髮老人 是他把默然 逼得脫離肉體 是一個年輕的 唯一的不同 就是畫裡頭 他是一個年輕的男人 而當時我看到的 是一個老人家 雖然年紀不同 但是五官是一模一樣的 一體驗了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真是想不明白 為什麼越看這些畫 我越覺得熟悉 好像我曾經經經歷過這些事 我再看看旁邊那幅 這幅已經腐爛了 看不到有什麼內容 肥佬這個時候就說了 你回答我 為什麼你會在畫裡面 還穿著整件戰鑑 我怎麼知道 我知道的話 我都不用那麼猛了 就在這個時候 孫盟開心的聲音就傳了過來 終於找到好東西了 我們轉頭一看 孫盟的首相 拿了一個玉壺露 突然 一把聲音 從剛才石牆的後面就傳了過來 無女頭任何東西都不可以碰 否則 殺無射 一說完 一陣勁風吹了過來 吹到雙眼都抹不開 到了勁風過了之後 一個身形和差不多的男人 已經出現了在我面前 他單手抓住孫盟的頸 同樣把孫盟斥高了 而孫盟的雙眼 充滿不可思議 他顯得很驚恐 從認識孫盟到現在 何時見過他有這樣的表情 這個男人將孫盟斥在半空 孫盟的身體擋住了我 所以我根本就看不到這個男人的表情 而這個男人一出現 躺在石床上的默然 也睜大眼 整個人彈起 雙眼勵實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就說 未經主人同意 亂碰其他人的東西 你不覺得這樣做很無禮嗎 一直都沒有出聲 這個時候陰陰沉沉沉說 不要碰大人 這次我第一次聽這個阿三說話 他一說完 已經一拳 對著這個男人脫過去 誰知這個男人輕描淡寫 手一揮 說一聲 接著 他的拳頭 就在半空之中對上了阿三的拳頭 一聲巨響 接著阿三 就被這個男人整個震飛 啪 踏在地上 阿三不認輸 他掙扎著站起來 又頓著男人衝過去 那個男人明顯有點不耐煩 一伸手 一指 點逐阿三的額頭 啪 阿三的頭骨之間 突然傳了一聲清脆的聲音 接著 阿三撸大雙眼 眼耳口鼻 都開始同時流出鮮血 然後啪一聲 但是在地上動也不動了 肥佬立刻走過去 伸手摸摸阿三的額頭 不摸油自可 一摸 嚇到他縮回手 說一句 嘩 不是那麼厲害吧 這樣就弄壞人的頭骨 他這句話一出 立刻退後幾步 遠離面前的男人 當初阿三在石門面前 已經是剪了自己的實力 對著那棟石門 連鎚幾隨 不但力大無窮 而且整個人 都好像鐵打一樣 小估不到 他被人用一隻手指 弄壞了頭骨 真是說都沒有人相信 究竟這個男人 是何況神聖呢 而我的形象 又為何會出現在這裡的畫上呢 我們下集再說 五世情願 上次說到 那個阿三 被這個神秘的男人 用一隻手指彈了開 頭骨都被彈爆 這個男人的實力 真是由此可見一班 我不敢很好奇 好想去看看這個男人 究竟何方神聖 就在這個手 孫茫的生氣 他對著你的男人說 哼 連我的人 都敢殺 我不單要殺了你的人 我還要殺你 這個沒有 人是不應該來的 這個男人這番說話呢 覺得非常平淡 好像閒話家常一樣 孫茫就說 哼 我要你幫阿三陪葬 孫茫抬高手 對著男人的臉 開了一聲 春 一把長劍就對著這個男人的臉 飛過去 長劍還沒刺到 那個男人的手指 輕輕一夾 夾著長劍 然後說一句 雕草小技 何足掛齒 然後 兩隻手指輕輕一震 孫茫的那把長劍 立即被震碎了 你 你究竟是誰 一個死人 不需要知道那麼多事 然後 他手一伸 快捷毛鼻地 又觸實孫茫的喉嚨 孫茫不禁大鼓一聲 突然 一股很濃厚的黑氣 全部湧入孫茫的身體 孫茫整個人迅速氣化 沒多久 他整個人 已經跟那團黑氣融為一體 只有一對血紅的眼 浮在氣體當中 見到這樣的情況 我突然想起 但是 當初 麥然恢復本磚的時候 都好像是這樣的 都是一團黑色的氣體 不過麥然 就可以用黑氣 化成人的軀體 而孫茫現在 只能化成一團黑氣 這個時候 那個男人就說了 想不到 還是一個魔心 他手用力一扯 這團黑氣 馬上又變成一個人的樣子 還是那個孫茫 而他的頸子 始終都被這個男人捏住 然後那個男人手一扯 喝了聲 滾 孫茫整個人被扯掉落地 跌的位置 剛好就在阿三身邊 然後孫茫 噴了一口鮮血出來 面色變成慘白無比 好像一張白紙一樣 哼 這麼狼狽的樣子 真是完全看不出有之前的半點風光 這個男人把孫茫擺開的時候 身體轉了半圈 他的半塊臉 露在我面前 我整個人呆了 為甚麼 因為這個男人的樣子 跟我生得一模一樣 看著他 我簡直懷疑自己面前有一塊鏡 我不相信這樣張出自己的眼 再看過去 沒錯 這個男人的樣子真的跟我一模一樣 我撞一撞肥佬 肥佬也很兇勢地站在那裏 這個時候 被他扔出的孫茫 站起來 一對血紅的雙眼 望著這個男人 剛剛想走前一步 突然又掩著自己的胸口 再次跌在地上 跟著孫茫過來的幾個人 立刻衝過來 扶起了孫茫 然後這個神秘的男人 就對著我們走過來 走得兩步 他整個人變得呆了 雙眼只望著墨煙 望了一會 他就開口了 金席 是何年 沒有人回答他 因為不知道怎麼回答 金席是何年 肥佬的大肚膽說一句 2013年 原來已經過了 1500年 1500年 我終於等到你了 你終於來了 肥佬聽到這個男人的這個說話 都嚇到整個跌在地上 1500年 你不是說 你是1500年前的人吧 那個男人你都沒有理肥佬 一直看著墨煙 墨煙都在石床上走下來 一步一步走向這個男人 一路走一路說 我 你是誰 為什麼我覺得 你好像這麼熟悉似的 我是張嶺 1500年前 你說要跟我長相私守的張嶺 你不記得了嗎 張嶺 張嶺是誰 你不記得了我了 你不記得了我了 我足足等了你1500年 你既然不記得了我 又何必來這裡呢 我們曾經的誓言 你都不記得了 那個男人明顯越講越激動 默然在惡煙地站著 突然 那個男人一下指著我說 你是不是忘記了我 找了新歡 你對得住我這1500年的守候嗎 他一說完 我突然覺得 一陣勁風非禮 但是 在信息之間 這個男人的手 已經捏上了我的頸 手上的力 越來越大 大得我根本無法呼吸 只能手沒有足度拼命地掙扎 這個時候那個男人就說了 既然是這樣 我就殺了他 墨兒在外山站在原地 肥佬就緊張了 衝過來跟他說 喂喂喂 鬆手吧 鬆手吧兄頭 墨兒不是忘記了你 他殺了益 你倆的事 不關小業事的 你不要亂來 教出人命就不要了 來放手放手放手 肥佬算是這樣的 雖然這個男人的實力 大家有目共睹 但他真的一點都沒怕 走上來想拉開那個男人的手 那個男人聽到肥佬這樣說 看到整個人吐了 他說一句 實在應 有什麼可能 他隨手一揮 喂 又把我打了出去 哎呀幾乎打到我散了 不過幸好 終於吐得到氣了 跟著那個男人就說了 你失了憶 你失了憶 我跟你有四世情緣的 你為什麼不記得了 難道上天 是怎麼都不願意成全我將領 四世情緣 哪四世 麥然終於開口說話了 第一世 你是蝴蝶 我是落花 花心二歲 蝶翼天涯 第二世 你為凡星 我為月娜 形影雙創 空虎煉華 第三世 你為過女 我為琵琶 亂世生光 心情鐵雅 第四世 你為公主 我為將軍 劍舞殺敵 雙躍施首 四世情緣 你記不記得 佛雪 前世五百次回眸 才換來今生的拆肩而過 我跟你雙躍三世 雖然雙見 但不能夠雙擁 第四世我們見面 但做不到一世夫妻 我戰死沙場 你不知所蹤 我屍體化成玉屍 心中不甘 就變成千年魔師 我之所以會這樣 就是等你一世 等了你一千五百年 你就失了一億 哈哈哈哈 是不是那天要玩我張寧 這個叫張寧的 越廣面色越難看 突然 一股驚人的氣勢 從他身體裏爆發出來 然後 他一掩心口 噴出一口鮮血 而那邊墨然 也一直在重覆 那個男人說的話 越說 面色越奇怪 然後 墨然身上 也湧出了一團一團 很濃厚的黑氣 墨然燈大雙眼 似乎想到什麼 面上的表情 也越來越震驚 過了一陣 墨然突然抬高頭 發出一聲慘叫 然後 他躲在地上 雙手攪成自己雙頭 一 hard 面上的表情 也都變得有點真yor 然後 他一頭黑髮 慢慢染霸 跟他之前的盛模 的情境一樣 一樣 我正想走過去 肥女旁邊一下子 Touch a spir verymith 他在另一頭 小聲去說 溪、要來ия 始終都會來 遲覆不是和 是和躲不過 有些事情 你遲早要面對的了 既然是要面對了 那遲些不如早些吧 這個時候,麥然身邊的黑氣已經越來越濃 接著傳來一陣陣的 拍蜴聲 之前見過那些黑色蝙蝠 現在全部都飛過來 飛到麥然的旁邊,不停地繞著它來飛 麥然睜大雙眼,看著這些蝙蝠 變得很憎怒的表情,慢慢地鬆下來 我又見他伸出手,去摸摸這些蝙蝠 然後口吹吹,不知在說什麼 這個時候張靈說 這些黑蝙蝠都是你養的 難道你忘記了嗎? 不過過了一世又一世 他們由兩隻變成了一群 但是他們還記得你 突然間,麥然開聲說話 他說 你原本應該落地府的 為什麼還留戀凡塵呢? 你留戀這個塵勢,留戀這個霧 你不應該來這裡的 他說話的口氣,有點像自言自語 又有點像跟張靈說話一樣 張靈聽到這句話 整腳都陰沉了下來 變得很可怕 麥然,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你佔據了張靈哥哥的肉體 你還問我什麼意思? 嚴君啊嚴君 你是不是過分了一點? 麥然說出這句話的時候 臉色同樣都很難看的 但是聽到這句話的內容 我更加嚇到呆了 什麼?眼前這個人的靈魂是嚴君的? 你亂說,我就是張靈 什麼嚴君的靈魂啊? 你不是張靈 我和張靈生活了那麼久 她的習慣我不清楚嗎? 她是左腰的 做任何事都習慣用左手的 而你剛才幾次出手 用的都是右手 沒錯,我和張靈的確有情緣 但是你數漏了一次 不是四世,是五世 因為第五世 就是我和她的轉世投胎者 葉樂的情緣 麥然一直說,一直指著我 那個張靈被麥然這樣說 一時之間沉默了下來 然後她看著麥然的眼神 就變得越來越凶狠了 你別以為我麥然看不出你想怎樣 一個魂魄如果侮辱身 始終會魂飛魄散的 而你入到張靈哥哥的身體裡頭 就打算把魂魄補下來 你其實早就知道我失了憶 因為怕我 所以才扮張靈來迷惑我 如果我被你迷惑到 不向你出手的 在這裡那麼多人 又有誰是你的對手呢? 我說得對嗎? 聽到麥然這樣說 我不禁有些開心 我知道 我所認識的麥然回來了 他至少拿回一部分記憶 但是 我們要面臨的這個 居然就是秦廣王的一絲魂魄 如果是真的話 應該是我們這麼久以來 遇見過的最大的強敵 這個時候 對面這個張靈 不是 應該說是嚴君的魂魄又說了 我終於明白了 張靈雖然死了 為甚麼還會對你念念不忘 你默然果然是不同凡響 不過你知道了今天怎樣? 這個魂魄 我是主人 如果你們現在走的 我可以既往不救 不過 不要想著幫秦廣王收我回去 我不會甘心做他的一魂一魄 秦廣王是地府的嚴君 而他殘餘下來的這個一魂一魄 很明顯成了精 有了自己的意識 這樣才不願意回去 麥然就說了 對不起 答應了其他人的事 我一定會做到的 既然答應了嚴君 那麼他的靈魂 我當然會幫他收回 那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順利地 收回秦廣王這一魂一魄呢? 我們下集再說 第537集 奪射 上次說到 麥然釋穿了 在我們面前的這個所謂的張玲 其實不是張玲 而是地府秦廣王殘留下來的一魂一魄 入了張玲的肉身 而且麥然還說 他和張玲是五世情願 最後一世 就是他和我 我就是張玲的第五世轉世 讓他講出真相之後 秦廣王的殘魂 就要我們快點離開 但是麥然就不肯 還說自己答應了秦廣王 就一定要幫他收回雲魄 聽到麥然這麼說 眼前的這個張玲 突然之間整個人冷靜下來 他望著麥然就說 既然是這樣 我真是想看看 你有多本事 他話音光落 整個人突然跳起 右拳一下 打到麥然的面門 速度快到 我只是一眨眼而已 他已經到了麥然的前面 那邊麥然 面色也非常平靜 輕輕一側頭 已經避開了一拳 然後一掌 拍在張玲的手背上 右腳同時快速一踢 踢向張玲的胸口 兩個人的動作 都在電光火射之間完成了 然後 他們兩個人的身形 就開始模糊起來了 不停地出招 變招 拆招 可以說是招招狠毒 招招拿命 我用肉眼根本就跟不上他們的速度 只能夠開了天眼 這樣才能夠看清了一點點 張玲呢 是被靈魂入體的 默然想要打敗他 就一定要逼靈魂看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 他是無法幫秦國王收回靈魂 但又要注意力度 因為一個人不小心 如果把靈魂打碎的話 就再也收不回來 我看了一會 不由得看一看肥老 那邊肥老呢 眼神有點古怪 我就問他 喂 你覺得 麥兒會不會贏 我看不出 我覺得他們兩個現在 好像還在試探 都並沒有用真正的實力 不是吧 他們兩個現在的速度 已經快到我幾乎看不到 都還沒有用真正的實力 我一邊想 一邊就慢慢向他們倆移動 肥老一刻拔著我便說 喂 你想死呀 你不要想去幫麥然 你現在過去 跟送死沒什麼分別 乖乖地在那邊看 不要左頭左勢好過 他們那邊又過了很多招 突然 啪 張玲一掌 拔去麥然的胸口 在千骨一瓣之間 麥然就避開 他這一掌 打到墓室的牆上 直接在牆上 打出一個手掌引擊 然後張玲就說 這裡是我的地盤 你不是以為 在這裡你是我的對手吧 然後 他變掌圍爪 然後 雙手對著麥然的頸 一下子捏過去 麥然三袖一樣 一把冰冷的長劍 在他袖裡頭飛射而出 速度非常之快 張玲面色一變 立刻變招 雙腳肉裡一咬 整個人都滾出去 他一下滾到那些木箱旁邊 隨手拿去一把鐵劍 一格 隔開了麥然的長劍 然後反手一劍 刺回去麥然的咽喉 麥然閃到不閃 避都不避 就站在原地 那邊的肥子開了聲 贏了 我還想問他怎麼贏了 這件事時辭是那時快 麥然兩隻手指一夾 輕輕地 將張玲的劍尖夾緊 然後我聽到麥然說 哼 沒錯 你的確是很強 不過強極 都是一流魂魄 一個殘缺的魂魄 強得去哪裏呢 當然 麥然手一震 咬 那一場劍碎成幾折 張玲的臉色馬上變得相當難看 我看他的樣子 好像疑不得一口吃了麥然 接著麥然伸仍一側 一腳 對張玲的胸口踢過去 這一腳速度實在太快了 張玲都避不到 咬 一下子把張玲踢到地上 但在地上的張玲 就沒有再站在身上 反而是一陣一陣濃厚的煙霧 在張玲的身上不停地湧出來 煙霧同樣越來越濃 然後 在煙霧當中 慢慢營建成了一個 我看來有點面熟的人樣 我看清楚一點 哦 是的 這個樣子 正是地府裏頭那位秦廣黃的樣子 只見這塊人臉 望濕麥然 間少了兩聲 接著 紅一下 對著麥然飛撲過去 麥然雙手合走一個指決 然後向前一點 這個時候 人臉已經衝到麥然身上 在麥然身上 同樣湧出一股一股的客氣 麥然的變色 變得一陣冷耗 一陣冤毒 一陣油情 一陣快樂 搞到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而肥佬看到這種情況 在旁邊說了一句 糟了 這次糟了 糟了 糟了什麼 你這個人 想要奪射 他想要麥然的身體 我很清楚奪射是什麼 如果被張寧成功的話 麥然就沒有了 他會變成下一個張寧 這個時候 我聽到嚴君的雲魄大聲說 你想要我的雲魄 那就和我同歸於盡 在他怒叫幾聲之後 突然間 怒叫就變成了慘叫 有什麼可能的 有什麼可能的 我居然奪射不到你的身體 有什麼可能的 哼 你不知道呢 我的身體 是地藏王菩薩幫我再造的 你想搶就搶到的了 說完 麥然對著自己的胸口 啪 啪 啪了掌 接著 那個嚴君的靈魂 就被麥然這一掌 劍生打了出來 然後 又變成一股濃厚的黑煙 在空中不停地盤船 盤船了一陣 心 他對著外面的石碗 開始飄浮過去了 肥佬面身裏 說了一聲 糟了 他想走啊 敢從追 追什麼鬼呀 追 我們追上去送死 麥然 他想走啊 麥然聽到肥佬這樣說 面上邊是神色不變 輕輕地拿了瓶子出來 對著想要逃走嚴君的運拍 說一句 哼 只不過是一個靈魂來 沒有了肉體 何足掛刺呢 收 然後這個瓶子的瓶口 好像發了一股強大的吸力 嚴君的靈魂 飛到一半 已經飛不動了 我看著那團黑氣 被這個瓶子不斷吸進去 過了幾秒 所有的黑氣 都被這個瓶子吸進去 然後麥然就用一張靈符 一封 封住了瓶子 退後兩步 噗 同樣吐出一口鮮血 這個時候的麥然呢 看著我 身形搖著搖著搖著 輕輕地說一句 我記得了 我記得了些東西了 我立刻衝過去捉住麥然的手 我以為心裡感動得無意復家 肥佬過來啦 肥佬走過來 輕輕地摸摸麥然的額頭 他一碰到 馬上大叫一聲 不是吧 正想說話 麥然立刻用眼神制止了他 輕輕另一頭 又看一看那邊的孫萌 肥佬也認真厲害 面上原本驚恐的表情 突然間就不見了 換成一面笑容 他大大聲地說 哦 葉樂你放心 麥然是疲愛傷 等一會就可以恢復了 來 扶他過去 休息一下 不用擔心的 肥佬這番話 更像是告訴孫萌 我立刻明白了 麥然現在一定是受了很重的傷 之所以肥佬會這樣說 完全是因為還有孫萌在這裏 如果讓他知道麥然受了重傷 就一定不會放過我們的 我立刻和肥佬把麥然扶到石藏旁邊 等麥然坐在上面休息 過了一會 我小小聲問麥然 麥然 你現在看得怎麼樣 麥然把那瓶子塞給我 對我另一另一口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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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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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兩個怕且都要死在這裏 墨然一伸手將我拔開 對著雪萌說 他只是一流殘魂 怎麼會傷得到我 我的實力是怎樣 其他人不清楚 難道你不清楚嗎 哎呀哎呀 你用不著這麼兇啊 我當然清楚了 不過是關心一下你 這個時候 坐在石床上的墨然 也慢慢站起來 肥仔馬上小聲跟我說 嚴軍的魂魄都拿到手了 我們快走 免得被孫萌發現破綻 但他還沒說完 那邊孫萌一拳 到墨然就打過去了 他這下實在太突然了 我們根本沒有人反應 他的拳已經打出去了 怎料墨然開了聲 哼 你自己拿來的 他閃也沒有閃 然後一手 拿著孫萌的拳頭 一拉 把孫萌整個拉過去 然後肩膀一撞 然後再一拔 哼 孫萌的表情 立刻變得痛苦不堪 默然就說了 今次我當你開玩笑 下次如果你再是這樣的 就不要怪我不客氣了 哼 我是跟你開玩笑而已 想不到你這個人 敢不開玩笑的 講完 孫萌就轉身 你都不理我們了 這個時候默然也說了 好了 嚴君的靈魂 我們拿到手了 快點走吧 講完 他一馬當先走出去 我和肥佬一左一右陪著他 孫萌並沒有跟上來 而是他在後面 一直看著我們 走幾步 默然整個人摸一摸 幾乎摸下 幸好我手急眼快 一下子扶著他 默然就說了 快點走 再過一陣 孫萌一定看得出我受了傷 到時我們想走 都走不了 於是我叫肥佬在前面帶路 我就背著默然 按照沿路返回 由於這條路已經走過一次 對於霧裡頭的機關 我們很熟 在沒有遇到什麼阻滯的情況下 用了兩個多鐘 我們才出來 一出來 我就聽到有人說了 葉六哥 葉六哥 是不是你啊 我聽到雪兒的聲音 終於整個人放鬆下來 很快 我就看到雪兒在我面前 她一見到默然的樣子 也嚇到整個呆了 她問我了 葉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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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脈然怎麼變成這樣 話說是你一批報道那麼長 後來才跟你講 對了 脈寒和馮媛呢 他們兩個去了山下邊 馮媛受了很重的傷 脈寒也要照顧她 好了 裝裝地帶脈然下去 她現在受到那麼重的傷 萬一孫萌殺到的話 那我們全部都要死在這裡 咧 怎麼脈然為何會受到這麼重的傷 我們下集再講 感谢观看